通風航空車是臺灣幽默以來 上代的土地營收開發結局 目前是已經到十月開發改單 民眾六十八糟 其中有三千六百人 左右的領域 年代村比較沒有五百人 客人說是 請消息的禮 這位人信仰中心 超過百年歷史的福海宮 大門已經關起來 走路不走的房子也都沒有人 原本三千六百人 左右的大航空在幾里 因為航空車家庭的經濟 是多開發改單 那邊六十八糟 有五百年代全力這村不到五百人 所以有人叫這裡是比消息的禮 你看沒有給付了 生下沒有給付了 所以再搬一批 一批出去就差不多沒人了 有人沒來表示政府補助成貴賬 美賣九萬到十萬 根本買不起新處 政府表示 我們就讓他依照自己關心的條件 選擇 先去後山到一百十三年十月底半 可以選擇今年三月 那就是十二月前前主管半週 跟法院政府補償金 那就是救助金十百 那就是十五百 加償稅 加拔出的補助 總共有四千七百七十七棟的建築 提出申請 那預計達到 自願優先搬遷的這個比例 大約是七十一%左右 對這個部分的建築 情依從市場地産前提出 航空車建建 提倡保護保護三百里多 包括促進開發政策 保護疆提倡保護 為每點十幾點元元 頂竟作十四點七口 另外幾況幾十二年 在拔出的住口 每項加法 十五百的補助金 台政局表示 已經在現金當中 但是政府情侵會有討論 記者綜合報道